新华社开罗1月8日变,记者吴丹尼,埃及军方发言人塔梅尔礼法1 8月发表声明说, 埃及海军在埃及西北部,靠近利比亚边境的萨鲁姆附近海域, 截获一艘带有29名非法移民的船只。 声明说,这艘带有非法移民的船只,从利比亚方向使来, 埃及海军截获了船只。 船上人员被带至萨鲁姆,并将面临诉讼。 经调查,船上人员来自不同国家, 声明未提及截获这一船只的具体时间。 近年来,埃及加强与欧洲国家合作,应对非法移民问题。 新华社昆明12月23日变,记者林碧峰,在云南腾冲国商务园里, 松柏挺立,抗日英烈,陆军中,将寸姓齐将军之墓, 坐落于英烈词后面的小团坡上,墓碑由当地特有的火山石香气而成, 可有人形橄榄之花环,古朴简约,肃目庄重,寸姓齐,自内洁,1895年出生,云南腾冲人, 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奖武藤,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护法战争等。 1923年后,任孙中山建立的大元帅大北营少将陆氏参军,中央直辞宪兵四并等职,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31军参谋处长,1927年任第34旅副旅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前面爆发后,寸姓齐任第十二师三四旅旅长,率部参加派人会战,因战功显著, 升任第三军一二师师长,并奉令教授中条山,担任西面阵地防守任务, 1941年5月,日军队中条山地区发动突然袭击,张电阵阵地到日军突破, 一二师退守第二线阵地,5月12日,日军攻陷左翼石谷躲高地, 寸姓齐奉命帅步突围,右腿被日军炮火炸断,5月13日晚,日军在自己猛烈炮火, 攻击中国守军阵地,寸姓齐帅鱼不突围至毛家温, 遭遇日军拦截,交战中左腿也被炸断,为了免受被扶之辱, 寸姓齐白剑自乡,壮烈殉国,十年46岁,1942年, 寸姓齐被当时的国民政府,追定为陆军中将, 1986年5月,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1989年, 寸姓齐一股被迁到腾冲国山墓园安葬,在腾冲国山墓园, 寸姓齐的墓碑正面刻了抗日烈士,陆军中,将寸姓齐将军之墓几个大字, 左右两侧和有寸姓齐的生平事迹,背体背面刻着悼念寸姓齐的瓦链,瓦施和瓦瓷, 其中一副写道,百战书寻度和尚,双中大结状中原, 我的祖父寸品德,也是抗战军人,想被从小教育我们要爱国爱民族, 忠孝传家,寸姓齐的曾孙寸猛说,村氏后人始终不忘振奋家国情怀, 忠于国家,较敬师长的家风家信,将作为一种家族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阴阴青山,阴魂有迹,如今,藏冲国山牧人,作为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年接待游客一百余万人次,很多人走进国山牧人缅怀村姓齐, 献上一束花,敬上一杯酒,端上一盘瓜果, 村姓齐将军是释手边关的将门之后,他身上流淌着京中暴国的血脉, 边西抗战纪念馆馆馆长杨素红说,在与日寇的殊死搏斗中,村姓齐身先士族,冲锋陷阵, 他在战斗中表现出的百折不挠,硬死不屈的革命精神,爱国热情, 将激励着一代代后备不畏先男,奋有前行。 资料图,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直升机航母。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18日举行内阁会议, 批准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及与之配套的中期防卫力量准备计划, 内容包含实现自卫队跨域防卫体质构建,现有舰艇航母化, 大量采购新装备等内容。 军事专家杜文龙,在接受昂视采访时表示, 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是一个进攻计划大纲,并不是所谓的抓手防卫。 新版防卫大纲称,日本周边安保环境的严峻性和不确定线急速增加, 日本自卫队要进一步强化太空、信息等新领域的防卫能力, 构建跨域作战体制,还将改造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使其航母化,可搭带战斗机等。 新版中期防卫计划则提出,未来五年内, 日本将引进陆基宗斯顿反党系统、无人潜水机等一系列刚备, 为配合现有舰艇航母化设想, 将引进可实现短距离起降的F-35B型引擎战斗机,作为舰载机。 日本未来五年防卫预算总额约27,47万亿日元,约合一, 68万亿人民币,日媒称,这一数字创造了日本五年间防卫预算额的新高。 此前,防卫大纲多为每十年或以上才修订一次, 但近年来这一纲领的更新速度明显加快。 日媒指出,本次安倍政府仅隔五年,便在修订这一纲领, 不仅加速各种防卫装备扩充,还写入航母化等争议性内容, 引发日本各界,对日本防卫政策,正不断突破抓守防卫原则制约的质疑。 军事专家杜文龙表示,日本这次防卫计划大纲, 在进攻方面有较大胆的架设和行动,尤其是多用途航空母舰建造以及现在航空母舰的改造, 说明在海上的扩张,可能会成为日本今后重要的一步。 如果在人海地区有自己的攻击性作战能力,日本海上自卫队会首先实现正常化。 杜文龙认为,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是一个进攻计划大纲,并不是所谓的抓守防卫, 如果日本在很多方面有重大变化甚至颠覆性的变化, 那么整个地区格局,包括军事力量对比会发生严重轻斜, 无论是对地区,对周边,对全球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环球网军事12月17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东部军区太平洋舰队新闻处12月16日报道称, 俄罗斯与印度举办的伊陀罗附2018海上军事演习在孟加拉湾结束。 在演习过程中,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印度海军东部舰队的海军们, 在实践中,完善了联合战术机动的技巧, 从行进中的游轮为舰船补充储备,并对可以船只进行检查行动。 报道称,俄罗斯海军对海上和空中目标进行了炮击, 完成了潜艇搜寻任务,针对假想敌的潜艇发射式深水炸弹, 被舰在直升机进行了起飞,合着陆操演, 在演习结束时,还开展了一场海上遭遇战。 根据报道,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离开印度水域, 并继续完成下一步任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普普普特朗普周三宣布从叙利亚撤出所有美国军队, 他称,所谓的伊斯兰国IF组织,已经被击败。 然而,特朗普的决定遭到包括资深的共和党人和外国盟友的批评。 他们称,此举可能导致伊斯兰国组织复活, 美国军队已帮助叙利亚东北部大部分地区摆脱圣战组织。 但目前仍存在一小部分武装分子。 特朗普支持者之一,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莱文·Lindsay Graham, 称,撤军决定是一个巨大的奥巴马式错误。 英国政府对特朗普声称,伊斯兰国已被击败的说法表示反对。 美国五角大楼称,国防部正进入消灭伊斯兰国的下一阶段, 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承诺要将美国军队撤出叙利亚。 他在社交媒体推特、推特、上导室, 在他们取得历史性胜利后,是时候让他们回国了。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格莱恩母警告称, 撤军将在叙利亚内外产生灾难性后果。 他说,他担心这将意味着把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俄罗斯和伊朗。 他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在这个时候撤军, 对伊斯兰国、伊朗、叙利亚的阿萨德和俄罗斯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选择以特朗普称伊斯兰国已经被击败的言论保持距离,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忽视他们构成的威胁。 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 以色列称,美国告示以色列还有其他方式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 的时间表,以及如何实施。 当然还有对我们的影响,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瓦穆罗·杰克勃娃与其有所不同。 他称,美国的决定将给叙利亚带来真正,实际的政治解决前景。 叙利亚东北部一名库尔德当局发言人埃尔达·叙利亚奥达·叙利亚说, 目前没有人知晓撤军的细节, 包括这里的美金指挥官, 他对库尔德电视频道Lonauti TV说, 美国的决定将会对整个地区带来影响。 出叙利亚的决定,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 声明说,尽管近段时间针对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其仍然是一个威胁。 在叙利亚,与伊斯兰国作战的库尔德民兵感到被抛弃。 此时,土耳其正事员要加强对库尔德人的进攻。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最强大的盟友俄罗斯和伊朗对这一决定感到高兴。 他们希望这个决定可以使他们增加在叙利亚及周边的影响力。 美国在叙利亚留有大约两千名士兵,他们中的大部分驻扎在该国北部的库尔德地区。 美军与被称为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库尔德和阿拉伯武装建立了伙伴关系。 他们被认为在实际消灭伊斯兰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年前,伊斯兰国组织曾一度占据叙利亚大半国土。 然而,该极端组织并没有完全消失。 美国最近一份报告称,叙利亚境内仍有多达一4万名IF武装分子。 邻国伊拉克境内的IF武装分子,更多人们担心,他们的战术将转向游击战,并尝试重建其网络。 但美国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合作,激怒了邻国土耳其。 土耳其将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主力库尔德人领导的人民保护部队,YP, 即是围在土耳其境内,争取自制的库尔德人组织的延伸。 周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isepti Epochogon,表示, 土耳其可能很快会被叙利亚的YPG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埃尔多安补充称,他已与特朗普通过电话,告知了自己的计划。 特朗普给出了积极的回应,被撞后的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发生在2017年的美国海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撞船事故, 并美海军掩面扫地。 美国海军时报14日称,最新披露的该事故完整调查报告显示, 美国海军内部,存在玩乎职守、管理混乱、素养地下等诸多问题。 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公众想象。 2017年6月17日凌晨,美国海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驱逐舰, 在日本佐世宝海域附近,与一艘菲律宾货轮相撞,造成吸银舰员丧生。 美海军少将布赖恩福特受命主持事故调查, 与撞船事故发生11天后完成报告, 深入总结了该舰舰长、妙望手等责任人存在的严重失误。 不过这份详细调查报告并未公布, 美海军只是居此解除了该舰舰长、副舰长、军事长的职务, 并有一些官兵和值班人员被追责。 海军时报最新获得的该报告详细版本显示, 贝茨杰拉德号上存在大量管理混乱,甚至是玩乎职守的行为。 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 例如舰长和高级指挥员经常不在指挥岗位, 即使在夜间通过船只密集航的等危险航行时刻也是如此, 就在撞船事故当晚,舰长布莱斯北森并不在指挥位上, 而是在舰长宿舍内呼呼大睡。 他逼附手巴比特中校也没有在港工作, 唯一在港负责的情报官员纳塔利库姆斯则忙于处理积压的办公文件, 根本没人负责航行规避。 事后调查人员上线发现, 该舰战斗情报中心垃圾堆积如山, 室内乱丢在舰用的狐灵, 甚至扔着舰人变尿用的瓶子, 充满了药液的刺鼻位, 一些雷达掏控根本不起作用, 舰人也不知道怎么使用它, 菲茨杰拉德号舟斯顿雷达系统严重损坏。 报告还显示, 菲茨杰拉德号的军舰运行管理状态不佳, 自2015年以来, 舰上长期血编一名负责帮助安全操舰和训练舰人的首席管理精官。